母親節的套餐 不過母親節難得一次嘛 為了要搶公母親節的商機 各家的餐飲業者也紛紛端出好料 向有餐飲集團就選用了帝王蟹跟龍虎斑 還加碼蹄旁的面線要讓媽媽來征服壽 另外一個飯店則是推出了波士頓龍蝦 要用頂級的海鮮征服媽媽味蕾 新鮮波士頓龍蝦充滿大海味道 放入油鍋 炸到表皮裹上均紅色澤 鎖住肉質鮮嫩扎實 金黃奶油大火快炒 加入獨門高糖 讓龍蝦包覆濃郁奶香 迎接母后大人大節日 飯店除了端出白橘奶油龍蝦 澎湃海鮮 還要讓媽媽加倍動靈 更加水噹噹 每道菜色也都下足功夫 選一些海陸頂級的食材 然後特別重視比較是養生健康 或是比較滋補的這個食材 也是希望在這個時候 對媽媽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很好的這個 犒賞媽媽的一個母親節餐點 從溫潤滋補的燕窩 到濃濃膠原蛋白的花椒 甜湯再來上一碗紅棗燉銀耳 媽媽的美麗藏在這裡 另一家飯店也搬出好料 對媽媽招手 長達三十五公分 一公斤重的龍虎斑 淋上藤椒湯汁 入口芝麻口感 周圍在鋪滿海瓜籽 要用鮮梅海鮮 增服媽媽味蕾 更加馬蹄旁麵線 為媽媽增腐瘦 母親節一年只有一次 今年我們主要是以海鮮為主 那海鮮也搭配了很多高檔的食材 比如有龍蝦 帝王蟹 除了台北遠東 香格里拉作業樓 推出酒道護士料理套餐 新天地則用帝王蟹 鮑魚 石斑 高級海鮮搶客 台北韓社愛美酒店 也用和牛 龍蝦 海陸套餐 雙重享受 媽媽雖然沒有超人三口六臂 卻會為了我們折風避應 母親節就來上一桌大餐 慰勞媽媽一番 母親節快樂 耶 乾杯 記者 魯元如林漢婷 台北通報道